大家好,我是宝天 今天我要分享温泡果酱艾瓦的起立的做法 这种长得像李,又像苹果的水果椒温泡,土耳其鱼椒艾瓦 温泡历史相当悠久,以苹果更早流行 它有独特的房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温泡可以生食,果肉胶硬,吃起来口感有些似 由于它富含果酱,很适合做果酱 目前土耳其是世界上温泡尝量最高的果酱 第二名是中国 把温泡表面的绒毛吸掉,然后离干 温泡去皮 一起撕 把中间的糊去掉 把它们泡水里,放置洋花变色 把温泡的纸拿出来 沾点水,弄紧 过一会儿温泡子就会牢牢的粘在一起 所有的温泡里干,再切小块儿 温泡皮和糊不要扔掉,可以煮水喝 几点柠檬汁备用 锅里放入温泡加水 开小火,加开煮15分钟左右 等温泡煮到有点软了,放入丁香糖 搅拌均匀,让糖融化 加入温泡汁,会让果浆变得更粘稠 开开小火,继续煮50分钟左右 倒入柠檬汁,再煮10分钟左右 由于花式酥干的存在 温泡和糖,柠檬汁长时间煮 果肉会变红 大概煮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两锅一起放在冷水里降温 把温泡汁丁香跳出来 冷却后的温泡果浆会比现在丑 熬好的果浆大概有600克 把它们分装在干净的容器里 可以米粉存放一年 开粉后要在一个月内吃完 我家每年会做一次果浆 每次做一凉的量 面包涂上奶油奶酪,再放些果浆 温泡果浆的味道是甜种带蒜 在气泡水里加点果浆 就变成一杯温泡气泡饮了 在无糖酸奶里加点温泡果浆 小朋友也很爱吃 阿菲特酸,请慢用 温泡果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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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泡果浆